話說喜茶最近推出了幾款雪糕新產品 有朋友試吃過後就跟我說 覺得味道都算不錯 所以那天我就找Yang一起去試一試是否真的那麼好吃 首先要提提大家 喜茶雪糕只是在指定的分店才可以賣 而據我所知深圳應該暫時只有萬長城分店才可以賣 這間分店的裝修亦是比較特別 是以黑色和金色來做主題 要來這間萬長城分店 大家可以搭地鐵來到大劇院站的C出口 沿著指示行大約3分鐘就可以來到萬長城 話說喜茶以前都出過有雪糕的產品冰淇淋芒芒 但吃下去只有些香精味完全不行 因此我對今次的雪糕是沒有太大期望 喜茶雪糕總共有三款配搭和兩種茶底 三款配搭分別是跟雪糕桶的茶黃冰淇淋成為9元 跟珍珠和黑糖糖漿的波波冰淇淋成為16元 而兩款茶底分別是金鳳和煙熊 雖然菜單上的煙熊冰淇淋沒有可選擇茶底 不過我們喊的時候 主持人就跟我們說 其實這款也是可以選擇茶底的 所以那天我們就選擇了金鳳的波波冰淇淋 和煙熊的芒芒冰淇淋 另外喊喜茶雪糕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付完錢拿了票之後 不用學似喝飲品 下下要等一小時才可以拿 而是直接給一張票 在收藏旁邊的工作人員後 他就會像老蜜甜品店一樣 立即幫你做 做完就有得拿 我們那天是平日的下午12點來到 因為完全沒有人排隊 所以真的立即有得拿 另外我們那天還喊了杯飲品 結果一杯飲品要等到我們吃完雪糕 大約四個之後才有得拿 因此喊雪糕真的可以省下不少等候時間 不過我就答不到大家 如果多人喊雪糕到底要不要等 和等多久 說回我們的雪糕先來試試這杯波波冰淇淋 如果大家有試過之前出的波波茶的話 這杯波波冰淇淋裡面的波波 也就是珍珠 其實跟波波茶的一模一樣 但到普通水準 比供茶的彈牙一點點 而黑糖味也不算太突出 所以我就覺得喜茶的珍珠水準只是普普通通 而這個金鳳茶底其實就是烏龍茶 大家都知道烏龍茶的苦劫味本身比較重 喜茶可能怕這陣苦劫味實在太重 所以茶的比例應該落少了 令茶味完全吃不出 只是吃到那陣苦劫味 不過剩在奶味很夠重 而滑度方面不算特別滑 但好在吃不到碎砂冰 相對於吃不出茶味的金鳳 煙紅茶味就重得多 不過都未算是好突出那一隻 苦劫味也變得完全沒有了 由於用上紅茶的關係 加上好重的奶味 所以兩者加上完完全全就是 茶餐廳奶茶的味道 喜歡喝奶茶的朋友 應該會喜歡煙紅茶底 但整杯我最不喜歡的就是脆波波 雖然它的名字叫脆波波 但其實它的口感一點都不脆 像是在吃椰果的口感 因為我和Yang都不太喜歡椰果的口感 所以就覺得這些脆波波真的一般 總括而言 從味道方面來說 起茶的雪糕真的沒有太大特別 不過我想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 它應該是起茶CP值最高的產品 我們這兩杯雖然買了十多元 但它的尺寸絕對不充滿 是用波波茶的杯來裝 整杯的份量大約等於老陌生的兩倍左右 所以我和Yang吃完兩杯之後 都真的有點飽飽的感覺 不過說到最底色的應該就是茶黃冰淇淋 因為這麼大瓶都只不過是賣9元 如果這瓶在香港買的話 賣超過20元分分鐘都不出奇 所以這些起茶雪糕CP值真的很貴高 剛才也有提及到 我們那天是有點多一杯飲品 所以接下來就順便介紹買 這杯多肉妹妹據聞也是新產品 和以往芝芝妹妹的分別就是 你會吃到多些士多啤梨果肉 和底下加了一些脆波波 所以整杯東西其實是沒有太大特別 由於這個脆波波我們真的覺得不一般 所以就到知道 整杯東西我們都覺得不一般 而這杯東西還要賣32元 給我選擇的話我寧願多一元 艾美度更豐富的芝芝妹果 因此這杯多肉妹妹 我們就不太建議大家去試 好啦 今集就到這裡 明後我們再見 拜拜 阿姨